搬了一箱一整一整車的那個衛生紙 我想說你是怎樣 你搬了我多衛生紙 你要幹什麼 沒有老闆說這個需求量比較大耶 他不是要儲回家嗎 需求量比較大 他不是要儲回家 我這裡先講一件事情喔 先看好這邊 就算世界末日也要把數學學好 請你好至少 兩個字空起來 我們再解排列組合 或者機率的問題的時候 看到至少兩個字 常常有時候會建議同學 我講建議不是說一定 看到至少通常要想到什麼東西 反面做法 來我這邊開始跟同學鋪一些梗 來畫一個箭頭 如果你在題目裡面看到至少兩個字 你可以考慮這個題目的什麼東西呢 反面做法 做法的做是這個做嗎 有時候我搞不清楚那兩個做到底什麼時候該用 這個做法的做是這個做還是另外一個做 就這個做 所以到底是做法 這個我看過 老師你高興就好 我覺得一個比較像 用名詞 下面那個 所以 下面那個應該比較像 下面那個比較像 下面那個看起來 下面那個看起來比較順 下面這個看起來比較順 OKOK 你們是專業的 然後叫做日快你就知道打阿九 我不知道 我波音不好 我波音不好 閉嘴閉嘴 看我這裡 什麼叫反面做法 就是用全部的情況去扣掉什麼 去扣掉 不合的情況 把它寫上去 用全部去扣掉不合的 所以以這個題目來講 你仔細看喔 我要找數學及格或國文及格的 對不對 就是說至少有一顆及格 其實我可以這樣做 我可以用全班的人去扣掉什麼 我可以用全班的人去扣掉這些外面的這些人 就是我要的 兩顆都不及格的 你懂嗎 這叫反面做法 我可以用全班 1010班的同學 去扣掉兩顆都不及格的 那是不是就是至少有一顆及格 你懂這個意思嗎 你把不合的扣掉 這也是一種考慮的方式 不過現在我們要正面來挑戰這個問題 正面來挑戰喔 來請看我這邊 取得原理就是正面挑戰 我們這裡 看我這裡喔 我們先把數學及格的人先抓出來 N of A 來總共有這麼多人 再加上國文及格的人數 叫做N of B 可是關鍵在哪裡呢 同學你仔細看喔 你在把N of A算出來的時候 這一塊拼圖被算到一次 這一塊拼圖也被算到一次 然後你在算國文及格的時候 這一塊拼圖又被算一次 這一塊拼圖被算一次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簡單在講的話就是 中間這個交集的部分它怎麼樣 對它算了兩次 兩顆都及格的同學 其實我在這裡我把它算了兩次 多算了怎麼樣 扣掉就好了嘛 所以你要扣掉N of什麼東西 A交集B 把兩顆都及格的把它扣掉 這樣懂嗎 這裡不是算一次嗎 這算一次啊 這個算兩次 所以你要扣掉一次 懂不懂 這叫取捨原理 兩個集合的 這樣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再講一個東西 請看到課本五十七頁 仔細聽喔 來安靜安靜 五十七頁有沒有看到中間那個綠色的空框 兩個集合的取捨原理 用你的紅筆或銀光筆把它空起來 A跟B都是元素各素 有限格的集合 把有限格畫起來 無限集合 我們目前沒有辦法考慮用取捨原理 因為取捨原理 要能夠算這個集合有幾個東西 有幾個元素 所以我們考慮的都是有限集合 要注意一下 那我想他上面就把那個結果很明白的寫上去 但是他下面有特別談到一件事情 我覺得要跟你講一下 他說especially 特別的 當怎麼樣 A交集B是什麼東西 是空集合的時候 對吧 同學我問你 A交集B是空集合 代表這兩個集合是什麼關係 A 沒有交集 好吧 這兩個集合會完全分開 這種情況在數學上稱為叫互相 來一次 這叫互次 來寫上去喔 這叫互次 對我寫過 現在再講第二次 這叫互次 以後這個A跟B 稱為叫互次事件 這個互次以後會跟一個觀念會混淆 你們猜什麼觀念 你們現在當然不知道 叫獨立 好像有講過 你們對 你們將來 其實有些 也要講有些學生 其實大部分的學生都搞不清楚 這兩者有什麼差別 其實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他們就是互次 獨立事件 最後問他有什麼差別 大學那個 面試的時候 有些那種 教授會問有什麼差別 每次都自自誤 那個那個 講不出來 就觀念都不清楚好不好 先講這個叫互次喔 互相排斥 這樣好不好 這裡喔 之後會交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時候的N of A連擊B 它會等於N of A再加上N of B再減掉 欸我問你 他們的交集是空集合 那麼這個空集合裡面有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所以是減掉誰 減掉0喔 減掉0 那請問你喔 如果N of A連擊B 可以寫成N of A再加N of B 這個就是我們昨天教的什麼東西 加法原理 把它寫上去 這個叫什麼原理 加法原理 欸有些人還真不知道喔 我昨天才教 你現在就忘掉了 來把它寫上去 加法原理 就某個層面上來講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取捨原理的特例喔 為什麼 你要不要看我昨天寫的筆記 叫你寫你要寫 昨天寫的筆記在第53頁 你翻回去 53頁我是不是講 加法原理就是有兩個事件 1跟F 假設他們不能同時發生 對吧 交集是空集合喔 不能同時發生 E發生的方法數有M總 F發生的方法數有N總 則E或F 或就是連擊 發生的方法數 發生的情況是M加N總 你懂嗎 這叫加法原理 了不了解 所以同學你這些東西 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現在課本都很簡單 好啦 我肚子餓了 謝謝各位同學 今天就這樣吧 謝謝 漂亮